我們進一步研讀英文 假設我們這裏的香港人 全部都懂得英文的文法 就是怎樣講生鬼的英文 和寫作活潑的英文 這個就有很多學問 其中一樣就是 不如我們請住在香港 幾十三十年的這一位 來自蘇格蘭的英國朋友 Chris 你是英國人 You are the best in the future hair 我最近收到一位 香港的小朋友他用英文寫詩 這是一個好事來的 你要先試一下 他要離開香港 所以在這個時候他充滿離手 他寫了一首詩叫做 Looking for Home